大家好,我是魏杰,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写程系列视频教程 关于多写程的学习基本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有一点舍不得大家 所以想再给大家留最后一个作业 希望大家不要怪我 关于这个作业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简易的聊天程序 两个客户端通过服务器来进行数据的交换 那么说到服务器呢,肯定是我最后一小节课所讲到的TCP服务器 它其实非常简单 希望大家已经掌握了 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客户端的知识 那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创造一个TCP的客户端 我这个课这里边也把服务器的创造步骤给大家列出来了 简单回顾一下,创造一个Socket第一故事 第二步,网民IP地址 第三步,设置对待联系数 第四步,接受客户端的请求 第五步,收发数据 六步,关闭网络 这是一个TCP服务器创造的步骤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造一个客户端 第一步,同样是创造了一个Socket 我们知道网络通信都是通过Socket来通信的 所以第一步必须是创造一个Socket 第二步,设置要连接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 在这里边它叫设置,而不叫保定 就是通过我们的三进化来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来设置一下 涉及到了一个结构体,还有大小端字节的转换 第三步,我们使用Connect函数去连接服务器 第四步,如果连接服务器成功了 就可以使用ReadWrite函数去进行数据的交换 第五步,别忘了把这个网络内接最后给关闭了 使用Close函数 其实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创造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客户端是如何创造的 好的,我已经打开了我的操作系统 大家看一下这个客户端的例子是怎么写的 头线这里边有一个Socket 就是我们里边写第一步创造0Socket 然后第二步设置到了服务器的IP地址 两十五IP,还有Point它的端口 第三步是连接服务器使用Connect函数 关于这个函数我们就不过多的去介绍 大家可以直接慢一下就先来看它的手册 非常的简单 有了第三步,我们就可以成功的连接到服务器 客户端就创造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的多系统的操作了 整体来说呢,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创造都是非常简单的 尤其这个客户端,大家看到了 只有三步就可以实现 第四步的数据交换,这个更容易了 好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我们创造好服务器和客户端之后 就可以进行数据交换了 那么我们重点要关心的是如何去进行数据交换 首先要注意的是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 它是双向的,不影响的 也就是说客户端可以向服务器传数据 那么服务器也可以向客户端传数据 这两个操作是两条通道 它们完全消货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这两个操作是同时进行的 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这就是我们多系统所用到的并行 它与并发是不一样的 并发是假效 那么并行是真正的同时发生 我们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传数据 完全有理由可以同时发生的 所以在服务器上我们需要有两个线程 shred read还有shred write 那么在客户端上 同样对应需要两个线程 shred write和shred read 服务器上的read对应的是客户端上的write 在服务器上的write对应客户端上的read 这样就构成了两条通道 它是一个双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实现这个数据交换 我把这个图画在了一条表格里边 方便大家看 首先我把这个服务器批成了两半 大家看到了 这个服务器当有一个客户端来的时候 它就创造出两个线程 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同时客户端自己也会创造两个线程 一个是写 一个读 那么客户端在写的时候 服务器就可以读数据 这样数据就传到了服务器 如果服务器在写的时候 客户端可以读 这样数据就从服务器下展到了客户端 那么当第二个客户端又来的时候 服务器它又生成了两个线程 一个是写 一个是读 当服务器写的时候 客户端2就可以读 那么当客户端2写的时候 服务器就可以读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数据 双向流通 在客户端1和服务器之间的可以进行数据的双向沟通 在客户端2和服务器之间的也可以进行数据的双向沟通 那么如何进行客户端1还有客户端2的数据双向沟通呢 这样子就必须经过一个服务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色的箭头 当客户端1写的时候 服务器有一个线程可以读 紧接着服务器又有另一个线程可以去写 也就是说这个线程呢 将第一个读的线程 用到的数据 然后通过第二个线程写了一下 当他写了以后呢 客户端2就可以读了 这样就构成了数据 从客户端1 流向服务器 接下来服务器 再写又流向了客户端2 同样 如果客户端2 向客户端1发数据的时候 也是通过服务器 服务器写读 然后再写 最后客户端1再读 这样数据就从客户端2 流向了客户端1 整体来说 客户端1和2 构成了一个数据的双向流通 这样就是这一个模拟的聊天程序了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服务器上面 对于客户端1和客户端2 这些数据交换 首先来看第一条通脑黑色的 从客户端1流向客户端2 在服务器这个中间过程中 服务器有一个读 先读客户端1 然后写客户端2 那我们在服务器这个读 会写的操作过程中 它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同步 我们看到了 它同时访问的是一个Buff12 因为这个Buff12 是从客户端1 传到客户端2的 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护持量 同时 如果你从客户端2传到客户端1 也需要一个Buff21 对这个变量的操作 也是需要一个同步的 我们看到了 这个黑色和蓝色 虽然都是需要用到同步 但是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同步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两个护持量 在这个服务器上面 进行数据同步 有两个护持量 但是服务器上的线程比较多 它是两对读和写 所以待会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对护持量进行头部呢 可能有点乱 大家一定要照着这个图 也去进行操作 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是哪两个线程 需要进同步 对一的读和对二的写需要同步 对二的读和对一的写也需要同步 好的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例子用性的结果 我这个例子拿客户端一 向客户端二发送一个哈喽 然后客户端二 给客户端一回了一句话 你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首先我需要启动服务器 没有服务器 客户端是无法启动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明白 一烧QQ的时候 如果腾讯崩溃了 也是稍微去的 接下来服务器启动了 我来起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随便起哪个都无所谓 它的顺序 无所谓的了 谁起二再起一 大家看到了 客户端一他打印出一句话 说客户端二说了你好 然后客户端二又打印出一句话 客户端一说哈喽 这样就不停的发动数据 大家可以猜到了 我这个数据是一秒放送一次的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数据交换的过程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数据交换改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最复杂的就是模拟的实时的数据交换 这边打印一句话 然后这边收到了 这边打印一句话 然后这头又收到了 对这个作业的最低要求 是让大家实现像我这个样子的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改动一下 实现一个真正的聊天程序 我在说什么 他这边就会回什么 或者他那边说什么 我就会收到什么 关于这个例子 我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去可以好好地拓展一下这个例子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代码 我们会马上传到这个空间里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